去年这个时候姚迪因为被爆插租文章婚姻 二人同时跌入人生低谷 文章被打上渣男标签 马依丽是忍辱负重的好太太 姚迪成了狐狸精的最新款代言人 后来文章和马依丽还是初双入对 无好家庭形象在二人努力下慢慢修复 姚迪就成了被流放的可怜小三 赵紫棋站出来说姚迪还为文章打过胎 你们了解她的难处吗 春节姚迪出来发个红包 遭到一手儿的流言辱骂 大过节的发点钱也被戳伤口 连陈鹤短时间内又靠跑男复出 为什么容易被原谅的总是男人 姚迪好不容易复出拍戏 也正能量少女 可微博底下还是毁于参半 被人说小三脸挂像的姚迪 我们看看她的面相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早期的姚迪 圆脸 凤眼 打鼻头 天庭饱满 看起来柔嘟嘟 一副很有福气的样子 后来姚迪被人说长得越来越像恩赵拉贝比 割双眼皮 夹外眼角下拉 凤眼变成了欧式大双眼皮 眼睛发大一倍 荤尿酸浓鼻加鼻尖 鼻梁高了 鼻尖小了 磨下河角 夹垫下巴 曾经让人无法忽视的下河角不见了 躲了尖下巴 整个人开始走美艳路线 就连齐刘海也没法让他看起来清纯了 前几天 姚迪发了微博说 要参加真人秀节目 前往世界的镜头 又引来骂声一片 姚迪在节目里遭遇车祸 摔得浑身欲轻 也没怨言 看来他是真的很想努力走出来 为什么不能再给人家一个机会 谁还没有做错事情的时候呢 重启一下 又是一个新的世界 张大